想請問一下這次勝出的民調結果是贏過2點多趴不到3% 會不會解讀說是險勝 對 要看解讀是什麼樣 不過能夠勝出就好 其實中間有什麼波折 大概就過去了吧 那您怎麼看 就是因為你剛才是說對於整合有信心 那如果是接下來 如果你跟何志偉這邊有通上電話的話 您這邊會怎麼樣跟他來彌補這樣的裂痕 我不曉得用什麼方法 真的 我只能說用我的誠意 我會 跟何委員好好溝通說 這個 男子和大丈夫 一笑敏恩仇 更何況 一開始發動的不是我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那當然 我相信也不是他 那是不是他 背後有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就大家到此為止 這個 上了擂台 那是自家的擂台 大家筆劃筆劃就好 不是說我上了擂台 就非得我簽下生死狀一定要有一個被打死 不是這樣 即便跟敵對黨大選的時候 大家上擂台 也不必簽生死狀 大家也是筆劃 只是筆劃 不過國民黨的人選還沒有出爐 會不會擔心說未來還是一場應戰 當然不敢國民黨或其他黨 他們提名哪一位人選 當然 這 大選絕對是一場苦戰 因為 畢竟我們是跟總統大選一起的 所以 事實上 整個政治的大勢 才是整個 勝負 這個 決戰勝負的關鍵 那當然 我 一定 兢兢兢兢的 這個 我絕對不能壞了這個大選 你有信心何志偉可以跟你一笑 你公主 我有信心 因為 大家都是 光明磊落的男子漢 沒有什麼說 不能溝通的 而且 而且 何志偉委員 年紀還輕 他來自方長 所以 我想 經過 幾次的琢磨 我相信 未來 重新出現 的 何志偉委員 應該 還會 更精進 所以 這只是 一次的 讓選而已 那 您怎麼看 就是因為 你之前 曾經 針對何志偉 在那個 梗圖事件提告 那接下來 一笑民 恩仇 這邊 你會 會 主動釋出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告何志偉 我沒有告何志偉 沒有 我那是針對 那些梗圖 尤其那一張 那一張 扯到說什麼 我 跟利益團體 什麼 中泰花園的開發 這個 說我 涉入 兩百億的 這個 開發 案 這個 我是真 這裡面 我特別針對這個 我 王世堅在政治這二三十年後 社會很清楚 我的支持者更清楚 我能夠在政治存活這二十幾年 碰到那麼多的打擊 沒被打死 因為我王世堅不搞錢 我在政治上 我不會用利用政治去搞錢 我是不搞錢的 這就是社會 為什麼包容我的缺點 為什麼社會接受我 社會讓我發揮我其他的長財 讓我來做事 就是因為王世堅不搞錢 王世堅不會藉由政治去搞錢 我認為要賺錢 就去做生意嘛 我年輕的時候我就是在做事業賺錢啊 那我認為我們人生追求的不是只有金錢嗎